你自己的心情 你自己的心情 对 假 被赵总软禁的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在想 为什么我做人 会这么地失败 我总是在怨听尤人 不是怪这个 就是恨那个 要不然 就是在叹息 自己总是时运不济 但是 我却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 我忽略了家庭 忽略了身边所有爱我的人的感受 到最后 搞得一事无成 还重盘清理的 我在努力拼命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可是梦想 却离我越来越远 我甚至失去了 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而且 我真的筋疲力尽了 我实在太累了 我现在 我现在只想做一个好妈妈 做一个好女儿 算了 算了 不说了 总之啊 我不参加了 是 李雪啊 我为这件事情投入了好几百万 你一句不参见了 这 那那钱不都打水漂了吗 能要回来吗 怎么可能呢 我跟剧组是有协议的 李雪 你这样这样这样 你别冲动你好好想想 你知道吗 你你你现在的一只脚 已经踏上那个星光大道了 你知道吗 你别说了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 才决定的 那丁雪你说 我跟蓝幕组怎么交代 你别着急 我不会就这么走了 我陪你去蓝幕组 跟他们说 哎呀 丁老师 哎呀 怎么回事啊 我这 我听薛总说 你怎么不打算参加了呢 舅总 实在特别抱歉 给您添麻烦啊 不不 您先别忙着道歉啊 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呢 是是是对自己没信心的 还是什么问题 不是 丁老师啊 您是有一定实力的选手 否则的话 就算是薛总出租赞助 我们也断然不可能破格 允许您从中途加盟 而且在所有的参赛选手里边 您是最有实力的 我们上升下下都很重视 针对您个人的宣传推广方案 我们都已经拟定好了 周总 我 你想听我说完 我冒昧地问一句 我听薛总说 您的女儿听力有障碍 得带助听器吧 是 是人工耳窝 那得博得多少观众的同情啊 失聪的女儿 一定要戴上人工耳窝 才能重新听到妈妈那 如天类一般的歌声 而作为母亲 为了心中的那一份母案 也一定要将完美的天类之音 演绎到极致 太感人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更不能参加了 这 为什么呀 你 你总得告诉我原因吧 实话告诉你 我女儿失聪 就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的 而她的人工耳窝 是我前夫给装的 可我呢 丢下女儿出来走南闯北 也不是为了她 而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实现我心中的音乐梦想 那正好啊 我跟薛总 我们二人合力 帮助您完成心中的音乐梦想 而且这么说吧 只要参加咱们的绝对巨星 一定能够实现心中的梦想啊 那不会实际对我们没信心吧 不是 我相信你们 但是 我已经很对不起我女儿了 你说我还有脸在电视上 假惺惺的装程 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吗 好 那行 那我们重新针对您的情况 设计一份推广和宣传的个人方案 好不好 周总 我真的不参加 我今天来 就是想请您 把薛总那些钱 退还给她 那怎么可能呢 薛总 这个事咱们之前可是签过协议的 再说她这个事她不归我管的 我只负责节目制作 其他的事我说不上话 好了好了 我里边还有点事要忙 恕不奉陪 开什么玩笑啊 我去 李小姐不好意思啊 路上堵车让你久等了 先生您好 请问点点什么 我不用了 谢谢 好的 康先生今天约我出来 是有什么事吗 李小姐 对不起啊 我知道你之前对我有些成见 错了吧 应该是你对我有成见吧 我现在已经跟许光明结束了 你满意了吧 你今天还要求见我干什么呢 小丽你先别激动 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我是想问你一句 你也是真的爱过光明对吧 你今天约我出来 就是要跟我说这个吗 我的意思是 如果真的爱过 我请你帮帮她 你这是在求我吗 是 光明现在已经被刑拘了 这我知道 但我真的帮不了她 她现在压根就已经不再搭理我了 我连跟她说上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怎么帮她 小丽这个没关系 你现在只要想帮她 你一定能帮得上她 而且目前来讲只有你能帮她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帮她 是这样 你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 你的证词能帮上她 而且这一点至关重要 所以 你到时候愿意出庭作证吗 我不知道 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吗 七 三 八 一 四 八 妈 我回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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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孙律师 请坐 康先生 在这个时候 私下会见对方重要当事人 可不还明知啊 尤其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知我过来 孙律师 是这样 李孟竹小姐正在跟我商讨 去探视徐光明的问题 探视徐光明 在刑事拘留期间 只有律师依法可以见到当事人 其他人 包括亲人 不得探视 孙律师 这个问题咱们能不能想想办法 康先生 我想知道 你们私下会面的真正目的 是这样 李孟竹小姐刚刚跟我提出 在满足某些条件的前提下 她愿意跟我们合作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那么请问李小姐 有什么样的条件 很简单 只要可以让我见到徐光明 我有问题要问她 梅阿姨啊 你怎么不拦着她呢 我能拦得住她吗 再说了 兴你带着婷婷去槟城 就不许她带着婷婷去看看她爷爷 不是 梅阿姨 上次事情之后 我妈记性就不太好 老忘东西 你看 跑那么远的路 这手机都没拿呢 万一再走丢了怎么办 她还带着婷婷呢 放心吧 你妈带了婷婷她爷爷的信封 那个信封上不是有地址吗 不行 我得赶紧去找他们 梅阿姨 信封上的地址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你跟许光明结婚的时候 不是去过一次吗 你应该知道啊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是许光明带着我去的 先坐火车 后来又倒了汽车 我这一路上睡了醒醒了睡 到了半夜才到他们家 叫一个许家沟的什么地方 反正我一点印象都没了 你说说你 跟许光明结婚这么多年 连他老家的地址你都不知道 梅阿姨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跟许光明结婚的时候 不是跟他妈闹得不太愉快吗 后来我就没问过 许光明压根也没跟我提过 丁雪啊 不是梅阿姨说你 哪有你这么当媳妇的 梅阿姨 你就别数落我了 算了 我自己打电话给你 别打了 她现在没电话 为什么 她被抓了 忍在看搜索里呢 没有下单了吧 没有下单就走了 师父 别走别走 我的钱包不见了 你得好好找找 刚刚明明在的呀 肯定被人偷了 是不是掉哪个角落里边了 没有啊 肯定是刚刚坐在你旁边那个小子 他鬼鬼祟祟的 车门一开 马上就跑了 就算是偷了 回去 你能找得到吗 人都跑了 坐前面那个姐姐 你赶紧看看 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 那个小偷啊 在你旁边坐了一会儿呢 没有没有 我的包是抱在怀里的 没丢什么东西就好 出门在外的 带个孩子不容易 一定要小心啊 谢谢 姥姥 我们的行李不见了 好 怎么了 今天走累了是不是 好了 看看几点 真不早了 好 今天咱们不走了 咱们在这儿住下来 行不行 好 走了可以抓 那边好不好 去看看 好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宾馆 宣河 真聪明 你好 你好 你这儿有空房吗 有 我们这儿八十一天 押金二百 您住几天 住一天吧 行 我还想问一下 就你们附近的乡镇里头 有没有一个叫许家沟的地方 许家沟 哪个乡镇啊 我就是想不起来哪个乡镇的了 那就麻烦了 我们这个县啊 有八个乡镇 有七八十个村 七八十个村 下面还有近千个自然村 这我真没法帮你 亭亭啊 你还记不记得姥姥跟你说过 爷爷是住在哪个乡镇的 他也想不起来 来 找您二十 房号是二零八 这边上楼左转 你拿钥匙 谢谢啊 行 慢走 走 请问这是您自己家吗 你别管那么多了 赶紧开锁 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 还是等派锁人来再开吧 我进自己家的门 跟派出锁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我们公司有规定 凡事要开锁 必须得也有民警在场 万一 万一 你怕我是小偷啊 不是 我没怀疑你是小偷 但是我们公司 确实是有规定 您说我就这么随便 把门开了 到时候我会有麻烦呢 你还在等等吧 人快来了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是你叫的开图公司 对对对 是我 这是您家 对 我 我钥匙丢了 您是许光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 你不认识我 好 我来咱们辖区时间不长 那你怎么知道许光明呢 他刚被刑拘了 我是他老婆 据我了解 许光明被刑拘前 他已经离婚了 离婚怎么了 离婚就不能进自己家了 这是许光明的家 您既然已经离婚了 除非争得他的同意 这也是我的家 同志 我进去真的有急事 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妈跟我女儿 去许光明的老家了 好几百里路呢 我妈脑子最近糊涂了 我怕他们两个给走丢了 只有这里面的座机 才有许光明老家的电话 我只有打通电话 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 才能去找我女儿跟我妈 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您既然是许光明的前妻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他老家的地址 您这也说不过去吧 你这太较真了 脚心怎么会这么热呢 姥姥摸摸你 摸摸你 孩子 你发烧了 你不是热 你发烧了 你好好躺着啊 急死我了 这得先给你去找药啊 听话啊 我马上就来的 听见吗 妈咪啊 乖啊 对不起 姑娘 我给你打听件事情 这附近有没有药店啊 有 门口就有家 这么晚了 人关门了都 怎么了 孩子发烧了 上吐下泄的 吃坏肚子了 我估计是水土不服吧 你等会儿啊 我给你找找 在这儿 来 我这儿有个推着贴 你先拿着 一会儿孩子要高烧啊 就给他贴两片 那太谢谢了 多少钱 不用了不用了 拿去 去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谢谢 姥姥 我会怕 不怕 不怕 不怕啊 脑子在你身边呢 你好 许光明吗 我是 我姓萧 是你的律师 律师 是的 对不起 我不需要律师 你需要 有人聘请我作为律师 替你辩护 不过说实话 你的案子 还有很多情况我不掌握 所以希望你能帮我 当然 这也是帮你自己 我真的不需要律师 要是你觉得在这儿 说话不方便 没关系 我们可以出去说 我已经替你办好了 取保候审 你暂时可以获得自由 取保候审 是 谁做的担保 你前妻 我前妻 我前妻 取保候审期间 要保持手机畅通 随传随到 还有就是 不允许离开本市 否则的话 就麻烦了 你放心 我会交代她 取保候审期间的 有关事项 她哪儿都不去 嗯 走吧 好 谢谢啊 替你担保的是她 光明 我送你回家吧 对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 许光明现在在监狱里 火上哪身就由她同意去啊 什么 她现在取保候审 放出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从头说一遍案情 哪儿说得不对呢 你随时可以更正 首先 915项目是你许光明 在药科大附属医药研究所 工作期间主持的项目 前后历时八年 期间有多项技术 突破并心情的专利 研究所与美国 史密特公司 达成了合作协议 光明 你怎么还喝酒了呢 你好好听啊 听着呢 你说 后来 史密特公司发现 国内的另一家 民营医药企业 石针药业 正准备推出 与915项目 十分类似的 酵产新药 经对比 虽然略有不同 但在最关键处 所使用的技术 与915如出一辙 因此认定侵犯了专利 石针药业便称 该技术 是由他们率先研发的 只不过 没有申请专利 我想问你一下 请您当律师 要花多少钱啊 这个跟你的案情有关吗 你钱的事情你不用考虑 不是 我觉得花这个钱毫无意义 为什么 我有很丰富的经验 因为我之前已经写了声明 是我完全剽窃了 石针药业的研究成果 可你那是被胁迫的 没有什么胁迫 就是我自愿的 许先生 我相信您应该能够明白 只要你能够举证自己是被胁迫的 这份声明是完全可以无效的 我当然明白 但事实就是 我就是自愿的 李小姐 这什么意思 我有证据 当时你的前妻丁雪她 小雷你不用说了 你作为石针药业凡人的女儿 你根本没有资格去取胀 也不可能获得她们的财心 你听明白了吗 所以这儿不需要你 你先回吧 莫名其妙 你这儿不瞎耽误功夫吗 小律师 光明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儿也不需要你 你也走吧 许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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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不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沉默以后不愿再开口 沉默以后世界安静了 上天让我们相守 为何又走到尽头 曾经的温柔已经无尽的被逗走 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 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 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 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 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 最后一次解脱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无奈的沉默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曾想对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 再一次 再一次拥抱我 离开以后 还剩下什么 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 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 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 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 最后一次解脱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沉默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曾想对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 再一次拥抱我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出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沉默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难道就不能回头 你怎么来了 曾想对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 再一次拥抱我 再一次拥抱我 还难受吗 没事了 被骗的滋味好受吗 我活该 是 我活该 肚子 肚子饿了吧 我给你做了菜 我去吃晚饭 我来吃晚饭 我来吃晚饭 你不能回头 我来做了 怎么了 为什么叹气啊 这么多年你这做饭的厨艺 一点都没长进 咸了还是淡了 我去重新回味过 行了 我就喜欢吃这样的 家里怎么那么乱 我还以为禁贼了呢 早晚喝多了 找我爸写给我那封信的 你没找到 我妈拿走了 她拿走了 她要那信有什么用吗 新封上不是有你老家的地址吗 她拿着那封信去找你爸去了 那么远行不行啊 那 那你赶紧给她打电话 问问她到了没有啊 她没带电话 根本联系不上她 出这么远的门电话都不带 这也太大意了吧 不是大意 是她现在脑子糊涂了 上次受了刺激之后 总是清醒一阵糊涂一阵的 那庭里也跟上去了 你说呢 坏了 我爸手机还停机了 我现在有点急事找我爸 但是他手机停机了 你能不能拿着电话去趟我家 让我爸接个电话呀 好 好 好 你等着 我这就去 你跟你爸之后就没再联系过 因为我妈的事 我爸很长一段时间不理我 但是在我进康所之前 她给我写了文信 算是延了我了 你妈的事 我听说了 你爸不知道你目前的状况吗 不知道 你爸不知道你目前的状况吗 你爸不知道 您的信我收到了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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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爸 儿子 人走弯路不可怕 只要改正了 认识到了就好 爸 你怎么老壳在啊 你千万注意身体 好 爸 你等会儿啊 喂 爸 喂 爸 你 你是 是我爸 腾雪啊 你回来了 婷婷怎么样 我就是为了婷婷的事 给您打电话的 我妈呀带着婷婷去找您了 她还没到您那儿吗 什么 她们来找我了 我总没看到啊 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一早就出发了 今天早晨就走 那应该到了呀 现在这路比以前好多了 她应该到了 她 她知不知道我住哪儿啊 你不是给光明写了一封信吗 信上有地址 她是按照这个地址去找您的 地址没错吧 没错啊 哎呀 这 这 我那手机停机了 这可怎么办呢 会不会 出什么事啊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不也着急吗 别急啊 这样 我这就去找 找到了 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好好好 谢谢您啊 爸 请进 给您拿的水 谢谢啊 还在睡啊 哎呀 烫了一天了 还没退烧呢 白天好一些 晚上就烧起来了 刚刚给她吃了一碗面条 全都吐了 这应该要看看大夫吧 这个孩子发烧也是常识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晚上她烧得这么高 那 那还需要我做什么 我去给你 拿点吃的 不冷 真不冷 我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麻烦你的 谢谢 没事 那 她爸妈呢 那 那个 那您早点休息 我先出去了 有事您叫我 嗯 你去哪儿啊 我回去了 是 这么晚了别回去了 反正不是明天才出发吗 我想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现在哪有心思聊啊 再说了 也聊不出什么来 我还是走了 别回去了 你时间这么晚 回去折腾一趟 你别误会 你睡我睡 我睡沙发 不用了 我还得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呢 那我送你 真的不用 打个仗很方便的 那我送你下坡吧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我走了 谢谢 您那路上 注意安全 我 我 看着你 有事 我 你 我 你 你们 我 就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这担心我再不回来 就把你也给弄丢了 这么晚你去哪儿了 我有点事 回来晚了 不会是去找许光明了吧 是 我是去找许光明了 那找 找他 有 有事啊 你怎么突然从槟城回来了 槟城那边事情解决了吗 钱能退回来吗 希望不大 即便是能还 也只能还一部分 而且周期比较长 所以我待在那儿也没意义了 并且我 我还挺想你的 就回来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没想好的 再说吧 那公司怎么办 你有什么打算啊 公司啊 我 你都已经不干了 公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准备把它给注销了 我干不干是我的事 你没必要因为我 有必要 对于我而讲 你不在了 公司对于我来说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你这么做又何必呢 我 我愿意 你别问了 房子我都已经退了 我对你来说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当然 你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无所谓 中文字幕志愿 明镜与掌 浅默以后 不愿再开口 不愿再开口 沉默以后世界安静了 上天让我们享受 为何又走到尽头 曾经的温柔 已经无情地被偷走 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 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 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 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 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 最后一次解脱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散开无处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折磨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曾想对你说 干嘛的忘了说 再一次 再一次拥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